空拍机穿过云层进入山谷中拍下台湾最美的一面 这是已故导演齐柏林著名的台湾三部曲 2017年他过世后由他的儿子齐婷环成立基金会 延续他的环境教育精神 没想到受邀演场发生这尴尬窘境 11号苗栗县图书馆举办了讲座活动 邀请齐婷环讲解从空中看见台湾 当天到场准备时手机却突然收到了活动 承办人的讯息写下 齐柏林导演的儿子30岁 靠老爸的语音就能吃一辈子 就这两句话让齐婷环只回了一个问号 一头雾水 承办人也马上收回讯息 齐婷环看到讯息的当下 不止错二更多的是愤怒 与台下的观众道歉后直接离场也在脸书写下 这是近年来最敢羞辱的一次 原本想着开车到苗栗可以给长辈们一次精彩的环境体验 最终却落得不欢而散 如果可以也希望父亲还健在 但可惜没有如果 更说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只希望自己以及父亲对台湾土地故事的记录 不会白费 事件发生至今过了四天 齐婷环也没有接获主办单位 或者是承办人的道歉讯息 不过对此苗栗县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是否是承办人因为错评 结果误传给当事人 这尴尬窘境无论如何解释 当事人恐怕都难以释怀 东森新闻李明洪 廖宁轩 苗栗报导